女人半夜从睡梦中被惊醒 她听到楼下传来翻抽级的声音 可是房子里明明就自己在家 她赶紧拿起旁边的手机 拨打了求救电话 接线员赶紧询问了她的地址 楼下的声音越来越大 女人也变得愈发的害怕 接线员赶紧安抚她的情绪 并让她待在原地不要乱动 可是女人偏偏不听 决定下楼寻找生机 她认为待在房子里才是危险的 另一头的接线员 让她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此刻女人竟然来到了厨房门口 房门打开了一刻 女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倒 逃跑中不幸摔到了地上 拼了过去 很快消防员和警员迅速赶到现场 警员拿着手电走进了房间 她在地上发现了摔烂的电话 可是并没有发现房门被撬开的痕迹 他们赶紧上前给女人治疗 其他人在房间寻找可能的线索 小帅来到厨房在地上 看到了大人的面包屑 紧接着她听到窗户里传来了声响 她打开房门一看 没想到竟是一包干脆面 看到小家伙无辜的显神 小帅也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次浣熊是从大门的狗洞里爬进来的 他们将女人送去了医院 并将浣熊抓进了笼子 临走前还帮她把狗洞封了起来 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 可没想就在第二天 同样的地址再次接到报警 接线员还以为又是浣熊 没想到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枪响 她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赶紧派警员前往了目标位置 幸亏及时赶到 老人没有生命危险 据警方调查 老人是得知妻子遭遇了浣熊攻击 才从外地赶了过来 没曾想在家里遭遇了入室抢劫 同样的地址 在一天内竟发生两起事故 这张警员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 他们发现这并非个案 这几个月已经发生过十几起类似的案件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每次盗窃案发生时 房主都不在家里 并且这些房主在出死前都拨打过救援电话 他们怀疑是街警中心泄露了房主的信息 所以每次都能找到完美的作案时间 他们立刻来到街警中心调查 希望朋友丽莎能帮他们找到有用的线索 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这些受害人的信息都被同一个人调阅过 而那个人就是丽莎 如果真是这样 她将会面临停止的风险 但她坚信一定是有人盗用了她的密码 第二天 她像往常一样来到街警中心 同事小黑前来询问她的情况 得知朋友很可能会永远失去这份工作 一旁的小黑于心不忍 终于向她交代了实情 在一次工作中 她偷偷记下了丽莎的密码 通过访问通话信息 就可以轻松确定被害人在不在家 并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房门的钥匙和密码 然后将这些信息发给她的继父 因为她的继父最近遇到了财务问题 在外面欠下了大笔的高利贷 她担心母亲会因此受到伤害 于是决定冒险帮她 而这一切都被身后的警员听得一清二楚 另一边 小黑的继父来到了下个目标点 他们在花盆里轻松找到了房门的钥匙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里早已经被警察包围 眼看无路可走 他们只好举手投降 人生的路上不可能一帆分顺 当我们遇到难题时 千万不要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